变因 好 那这些以上的都是成功案例 有成功必有失败 我说到重病的时候 就要关系到患者分身了 那我们现在来放一些失败的案例 第一次参加基金会重症咨询 因为伤口还会渗血 所以第二次到基金会咨询 当天体力和气色都非常良好 回去后每日按推两回 且自己熬煮姜汤喝 及温敷一个月余 肿瘤日渐缩小 2013年1月3号 第二次参加基金会重症咨询 年后因自行减少姜汤用量 和温敷时间 结果肿瘤快速扩大 之后听信亲友建议 其电疗25次 结果因体力不支 伤口溃烂的情况严重 因此再次来基金会寻求协助 2013年4月9号 电疗25次后 情形体力不支 伤口无法愈合 溃烂浓烈恶臭 4月17号 开始使用姜粉后 郑先生溃烂处 已有缩小范围 且浓烈气味减少约两成 开始喝浓姜汤 也会起床走动 2013年4月17号 饱撒姜粉后 溃烂范围缩小 浓烈气味减少 基金会请高雄志工 到患者家中分享 姜粉撒在脚趾头 那段影片给郑太太看 她看完后 决定增加姜粉分量 2013年4月22号 增加姜粉量后 开始结痂 2013年5月6号 伤口范围逐渐缩小 几乎无异味 5月10号 志工下午送姜粉 到齐山 并照相取向 愈合状况良好 郑先生恢复状况 4月17号 开始使用姜粉 5月6号 约经19天 伤口恢复至 脊无异味 5月10日 志工探视光怀 症状恢复良好 但体力不见好转 5月15日 志工探视 因体力逐渐衰退 介意热源及手法 都需要再加强 不久后 患者因热能耗尽 体力不支而绑生 这个患者当然观念是不清楚的 然后结果症状最后虽然头部也愈合 也正在改善 恶臭味也没有 但他体力有没有好 没有 从电疗之后就一路爬不起来 所以最后症状改善 但体力没改善 最后还是往生了 好所以我们常常说的好转以恶化是看症状还是看体力 体力喔 第二个失败案例也是我做的 这个乳癌案例 我们来看影片 这是乳癌已经差不多难了一年了 然后发臭很臭 会扑鼻而来 然后你看他的手 有没有肿 肿得很厉害 这一只手几乎都是肿的 好那难了一年我 因为爬山认识的 所以刚好住在我家附近 我就带干姜粉还有姜片 干姜片去他家 然后叫他先生按推 然后撒姜粉 第一天大概是这个情形 就是一拉高就是二臭味扑鼻而来 那看烂得满严重 那经过四天再去看他 这时候有没有变化 有 真的有变化 很快喔 但是他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来 他说为什么我第一天按完 他大量从胸部啊 这里大量流出血来 把整个床都染红了 然后第二次他照我的手法按推 也是流了很大量的血 然后他问我这个情况是好还是坏 从这个他的问法你们会回答吗 还是认为血流过程中是好转 在修复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看不出来光这样问 看不出来的举手我看一下 这样好 有人常常会问我重病患者啊 就是说喝了姜汤大量流汗 是好还是坏 很多都会问这种 就是奇奇怪怪问题 如果不讲你们一定说好对不对 还是坏 不一定喔 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治疗一个肺癌末期的 已经瘫在床上下不了床了 那进去的时候他一直很怕热 一直吹风 我认为那个是假热 我叫他要关掉 因为他有体伤 所以会感觉异常的热 然后我开始帮他按 整个脊椎轻碰就痛 我发了真的九牛二虎之力 就是轻轻一直磨一直按 然后按到 他感觉能接受 我才慢慢力道进去 那力道再进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怎么样 剧烈咳嗽 然后一咳就是一坨一坨的白痰 咳了很多白痰 这时候是好还是坏 他母亲看到还有患者看到这样 他就对我起疑了 他说本来没有咳嗽被你揉成咳嗽 所以隔一天叫我不要来的 然后隔不久就往生了 就是因为这些观念 因为大家对症状搞不清楚嘛 那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不是坏啊 但是他们听不进去 他认为虽然瘫在那里没有力 但起码没有咳嗽嘛 那咳嗽就是我揉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 我揉完之后他可以下床走路 然后只是一边走一边咳 咳了就一坨白痰一坨白痰这样 咳不止 这好还是坏啊 好这个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肿瘤长在这里 哪一天治疗一段时间 乌文夫喝姜汤 治疗一段时间掉落下来 这个是好还是坏 好坏 如果西医当然就好了 对不对肿瘤都掉下来了 在原始点这里都没有答案 刚刚你们有人已经回答了 要看什么 看体力啊 不是看血多血少 汗多汗少 痰多痰少 都不是 也不是看肿瘤有没有掉下来 有便没有也不代表好 了解吗 最重要因为治病目的是活命嘛 那活命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体力嘛 那你肿瘤没有 像西医已经割完了 没有肿瘤照样挂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不出来 所以他问我 我也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问他直接问 你体力怎么样 他的体力怎么样 他说不错 那我说不错就没事了 然后体力没有下降 还不错维持一定程度 而且他症状又有改善 那很明显是往好的方向 所以我就有一点乐观了 然后我继续叫他用 再你看两个礼拜之后 这里的变化有没有很大 非常大 但唯一我担心的是 手一直没有变化还是水肿 体力还是没有很明显增加 但体力还可以爬山耶 还不错 所以维持一定 所以到这里已经几乎没有臭味了 好 到24号在一个礼拜去的时候 哇我看到这个景象 我觉得好的太快了 为什么 你看从难了一年的难肉 到这里修 这里鲜红的都是新生的肉啊 这个可好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他我有一种飘飘难的感觉 因为怎么样 我相信我这个案例绝对是世界第一 因为不可能难一年 经过这样短短的三个礼拜 就完全生心肉 腐肉完全不见 我不相信医学界做得出来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是蛮乐观 我认为这个手以后再教他怎么运动 应该可以好 但是没有想到 四隔三天 这一天你看我在去的时候 这里你看得出来根本都是新鲜的肉 然后这里白色的是什么 日光灯反射 它原来表层还有一层透明的皮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从烂到修复完成的整个过程 但是这一天为什么会去 因为他刚好拖地的时候拉伤了 腰背整个拉伤痛到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躺也不是 那我去看 如果不是他拉伤到这一个程度 几乎心肉已经完全修复好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几乎潜意了嘛 只剩手就在运动 就体力改善那个水就会消了嘛 但是拉伤之后 情况急剧恶化 为什么 他不能睡 那不能补充 不能休息 然后痛到不能运动 因为动一下就痛 他也害怕 那揉了也没有效 我确定是属本处体伤 我就心之不妙了 那没有办法啊 本处体伤要动用很多热能 去修复啊 所以 短短两天你看喔 27到29 你看变成怎么样 旁边又生出怎么样 烂肉了 有没有 这些也开始生烂肉 然后颜色从鲜红到怎么样 粉红色了 哇 恶化速度之快 两天而已 然后第三天开始喘 就是起来就喘 坐着坐久也有喘 那这时候 他先生差不多第五天问我 能不能用氧气照 我说好赶快用 结果当天晚上就走 好像五到七天 实际我已经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短短的五到七天 就往生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好到最顶点到死 才短短一个礼拜内 这个让我也蛮难过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会 突然间怎么样 他会腰背拉伤到那么严重 正常人不可能拉伤到那么严重 他一拉他最后跟我讲他拉了两次 第一次拖地闪到的时候很痛 他又继续拖又拉了一次 然后整个腰背就已经完全不行了 那整个动弹不得 那这样不到一个礼拜就往生 但你看如果已往生 他的这一个虽然烂漏也出来 到这一个哪一个比较 症状有没有改善 还是改善但最后还是死 症状虽然改善但热人耗尽了还是死 所以我们说好转移二化看什么 体力啊 所以我一再告诉各位一定移体力 那你们就清楚了好 那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算失败的案例 本来是可以以为成功的 因为从这里到这里 我几乎可以跟各位讲 医学界不可能做出来 而且短短你看 才二十几天就完成了完成修复 好所以这个我还是有一点感觉 功败垂成的味道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因不排出血跨的案例 因不排出血跨案例 患者女儿的叙述 我带妈妈去广东一家医院检查 诊断是肝癌晚期 医生说无法医治 劝我们回家让他好吃好喝 但是我不甘心 因为去医院前能吃能动 还能上山砍柴和做家务活 当时妈妈是自己爬上检测台 做断层扫描的 但扫描结束后就下不了台了 到了中午什么也不想吃 到了晚上 发现妈妈的手和背部都是紫色的 当时没想到检查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参加完徐秋培训后 才知仪器检测的危害性 心想我这哪里是在救妈妈呀 简直是在毒害她 因为当时医生说妈妈没救了 也不想开药 是我求着找另外一位医生 开了一种很贵的药 吃完后又去补买了一些 没想到却越吃越原重 学原始点后才明白 妈妈去医院在前后短短几天中 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原来都是断层扫描和药物给害的 体验原始点过程 第一天 2013年1月13号下午2点 陪其女儿到了患者家中 患者当时肚子胀得很大 摸上去感觉很硬 已有20多天没怎么吃饭 起不了床 头很晕 眼睛没力气睁开 已讲不了话 脸部脚雾浮肿严重 第二天 下午4点按推完 肚子已明显缩小 头晕的现象减除 7点已能扶着坐起来 浮肿现象也明显减退 当时患者喝了姜汤 并用红豆袋温敷 第14天 患者凌晨4点 突然和其小女儿嚎啕大哭 我们都在睡梦中惊醒 原来是从阴部排出一块 土鸡蛋大小的血块 这让全家人很振奋 对病患也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好 因为你振不进去 你看 哎哟 哎哟 我把它振破了 振破里面都是血块 大约第20天 妈妈体力不济 但脸色红润 身体柔软 安详的往生了 好 我对这个案例是有看法的 因为她女儿的叙述 我不觉得是她如她所讲的 因为她第一个 她妈妈上伤砍财 什么都做家务都没有问题 体力好不好 好 很好 所以她顶多人有不舒服去检查 那个不舒服顶多是到重症而已 不应该死的 那么这么有体力的 难道断层扫描 会让她一下子没有体力吗 我认为也不至于 那为什么 吓死的 吓死的 为什么医生跟她讲 你没得救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 她只是一个不舒服 怎么会没得救 心里没有做准备 所以一下 完了四肢无力下不了台了 然后到晚上连手背都发指 真是吓死了 然后其实按推有没有效 按推有效 然后音部血块也排出来 但是她怎么样 怎么样 心里的恐惧一直没有去除 真的是吓死 所以 我说有时候医生讲话 会影响病人 这一个 这一个绝对蛮可惜的一个案例 那如果从她的症状 她有没有改善 有啊都改善了啊 症状改善 但体力没有恢复 最后还是失败告终 所以我们还是最后 还是以体力为主 我们再来做下一个案例 淋巴癌肿瘤脱落案例 2013年夏天 徐先生突然感到全身发冷 尤其手脚冰冷 需要很厚的手套和袜子 时常感觉身体疲累虚弱无力 看了医生做了检查 始终找不到病因 家庭医生找不到病因 转介绍专科医生 但服药后 病情仍无改善 这个时候 左边颈部淋巴附近 出现了几个肿瘤 最大的一颗一碰就流血不止 因病情恶化症状越来越多 医生建议做切片检查 切片检查后身体变差 导致昏迷并引发肺炎 连续注射多种药物两个星期后 体重减了40多磅 身体更加虚弱 在如此折腾之下 徐先生感到非常无助 并感觉西医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待在医院是死路一条 他决定出院 无论怎样都不想再进医院了 2015年10月3号 徐先生在网络上看到了原始点 联络上美国洛杉矶 推广点的志工 志工每天帮徐先生按推 并教家人煮浓浆汤 使用红豆袋和水暖电补充内外热源 饮食改善 也参考手册里的舒适寒热表 刚开始只要一温敷 皮肤就更痒 如被火烧 按推三天后 皮肤痒开始减轻 被火烧的感觉也逐渐缓解 体力明显改善 七天后 皮肤痒 火烧感觉几乎消失 颈部慢慢消肿 心情也变得开朗 可以爬楼梯散步 两星期后 颈部小肿瘤消失 最大的一颗开始干枯 体力平稳继续坚持运动 三星期后 徐先生 颈部红肿消失 只剩下一颗 结了八的小肿瘤 在颈部上 徐太太 在浓江汤内 夹进红参 希望有助改善内热源 按推约一个月的徐先生 精神变好 胃口也转家 一个半月后 受了些情绪打击 情绪低落 突然双脚无力 体力虚弱 智工只能轻轻按推 增加内外热源 2015年11月24号 静上的最后一颗 也是最大的一颗肿瘤 自然萎缩掉下来 亦没有流血 肿瘤掉下来后 徐先生和家人 既感动又感恩 可是他的体重 还是缓缓下降 走路困难 12月3号 半昏迷 在家人和两位 志工陪伴下 毫无痛苦 安详逝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昏迷 徐太太虽然伤心 但她很感恩原始点 让她先生 能多活了两个月 处理及交代很多事情 全家人 共度最后的欢乐时光 而且能在自己家中平静 没有痛苦 安然而去 徐太太愿意分享这个案例 将功德回向给先生 并希望有缘的人观看 能如理如法使用原始点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我要生命 我也请求 张医师不要把我先生 列在失败的案例 先让他最后过世了 原始点是成功的 我先生 为过世 并不是原始点 最后 没有成功 他最后是一位 家族 兄弟姐妹的欺凌 造成他 情绪大变 受到伤害 体力极极的转换 最后 力竭而亡 但是我一定要生命 你原始点是成功的 第一次的成功 这个癌症有几点值得探讨 就是他一开始非常怕人 然后很容易疲惫 然后比较无力 这时候我问各位 他这时候是不是生病了 是喔 那如果生病了他是轻症还是重病 重症还是重病 其实当时候已经是重病了 你看我们只要有一项就算重病喔 比如说怕冷很异常怕冷 那个就是重病了 那需要补充热冷 何况他有三项耶 异常疲惫 还有怎么样 体力虚弱三项 那这三项已经怎么样 几乎已预告他已经显相已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疑 但短期也好不了 有没有 这个就已经明确了 也就是简单讲 只要一个人有异常疲惫 那就属于怎么样 重病了 重病了 就不用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就是有危险讯号来 你就要提高警觉的意思 结果他还不注意 然后做了一些检查 情况就急剧恶化了 最后好 到了命危的时候 他终于体悟了 这个医院救不了他 那出来有没有好 其实有 到了一个月的时候 他体力也转佳 精神也变好了 症状也改善了 但最后怎么走了 情绪啊 情绪重不重要 情绪比运动重要啊 结果这一来就没办法了 那当时候我他肿瘤掉落的时候 那时候我正好在马来西亚演讲 他们就是把那个影片传给我看 然后问我这个是好转还是恶化 我当时候的回答怎么样 你们知道了喔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他体力现在怎么样 然后他们回答我 说体力已经越来越衰退了 那我直接就告诉他们 是恶化 非好转 而且要他们小心 结果隔三天就往生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好转以恶化 一定要清楚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有发高烧过 那发高烧 有些人就会吃退烧药 那吃了下去的时候 烧是退了 但全身无力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自己就有 那这时候是好转还是恶化 我告诉各位 百分之一百的恶化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原来这个是恶化 所以为什么 有些人稍退了 人也走了 体力 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到这里变一已经把怎么样 你生病进一步分析 你病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知不知道 知道 那知道就不会害怕 所以学原始点就是有这样好处 你病到什么程度 到了轻重症反正死不了 但是要小心 到了没体力 你就要小心了 那到了一些 所谓的水肿啊 面无光泽出现 你就知道 那个就命危了 所以原始点 你走到什么程度 清清楚楚 那对生老病死的整个过程 到死亡前一刻 你都能把握 也就是你走到哪一步 你心里是有数 但我要讲的就是 即使到命危 还没有死相已现 也就是没有张口吐气 不见吸气 还没有到达这样严重的程度 都还可以救火 我虽然说 到了行动无力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那到了水肿 好像就一定会逛 不见得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们都有努力把它挽回 所以原始点的变因 它形成两套诊疗体系 第一个变体伤位置的诊疗体系 它是由治疗发展到诊断 而结合在一起 它对于治疗 是以它的常向 那从观察体伤跟热能不足程度 来推断病情的好转 还有轻重 来决定治疗原则 这一套的诊疗方法 却可以看到疾病的演变过程 然后判定它已经病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 这是它的优点 而且好转于恶化 一定要从这里观察 变体伤位置看不出来 了解吧 所以它两者各有怎么样 各有优点 也就是变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它是由治疗发展到诊断 但它的治疗 比观察这一部分还要精细 因为按了病症的体 病症的不适感或功能混乱 一按就知道是属他处还是本处 光观察是观察不出来 这是它的优点 但它的缺点正好相反 它没有办法看出好转于恶化 了解吧 它也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是轻症重症到重病 所以这两套诊疗体系原始点 交互着应用 已经融合在我们的 就是一般的过程中 为什么 当你在变体伤位置 这个诊疗的时候 你一定会去观察 这个病人来了 是轻症还是重病 有没有 你一定会去观察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概念 它来大概问几句话 你就可以变出来 那你在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的时候 已经知道 这个如果是轻症 我就要按推了 对不对 那按推的治疗过程中 你一定会去变体伤的位置 不可能就不用它 了解吗 按了没有效就知道本处底了 所以你在变体伤热能不足 这个诊疗方法的时候 事实上也应用到第一个方法 所以原始点是怎么样 已经把这个诊疗体系 两种融合为一了 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 因为两者合为一 那我们对于疾病的治疗 更加有把握 也就是我们一看 这个是应该按推还是治疗 我们心里已经有几分了 然后如果再按再按 那这个完全清晰 那对于治疗完全没有挂爱 也就是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心里都很踏实 医学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没有 绝对没办法 我跟你保证 它连轻症 你看连这个最后淋巴癌 这一个案例 它已经怕冷疲惫无力了 在我们一看 哇三个危险讯号都出现了 这个已经那么危险了 还在检查 然后越检查到 最后引发昏迷种种肺炎 那个是不应该的 那个又 让它更进一步消耗热能 所以你从这里来看 医学诊断跟治疗是完全分开 它以为要检查出什么来 但它没有办法 变出病情的轻重跟好坏 这就是一个盲点 那原始点两者 它各有优缺 所以融合互用 所以我们的变因 变成一项核心中的核心 变成一项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我们的变成一项核心中的核心